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了 这里没你们的事了 去刑部衙门做个证吧 是 去刑部衙门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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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刑部衙门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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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人 把这个逆党以后给本官拿下 我就说嘛 这安郡王从哪里又找来了一个女武作 果然还是你 安郡王素日里公正严明 光明磊落 如今却做出了欺君往上之事 今日本官抓你去面见圣上 我倒要看看安郡王如何解释 拿下 韩尚书 本王何时欺君了 韩尚书 安郡王 你来得正好 你可敢当着众人的面说说 这个女子她不是逆党以后楚楚吗 她是楚楚 但她也是本王门下的武作 既然她是三法司的武作 本王调用她 有何不可 安郡王 安郡王 你可别忘了 武作身份不是你一句话说了算的 那是吏部和三法司共同签发的凭证 才做出的 韩尚书说的 可是这个 尚书大人 这 确实真的 这 是 韩尚书 本王一日执掌三思 就一日 还是你的上官 你若再出现不逊 莫要怪本王 在你手下人面前 不给你留情面 你 你 当心脚下 好 王爷 那吏部和三法司 共同签发的凭证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呀 那是那场武作考试之前的事了 我向圣上 请了一张吏部和三法司 共同签章 以应俱全的空白武作身份凭证 只要填上录用者的信息 当即生效 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我也是昨晚在填上的 昨晚 我不是昨晚才决定要录用你的 我知道 楚楚 我迟迟没有填塌 是想给你一个后悔的机会 你要知道 这是朝廷的文书 一旦填上 便不容更改了 我以前就说过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你还是不信我吗 我信 我相信这是你当下 最真实的想法 但我不敢相信 日后的你 也都会这么想 毕竟从没有人说过 在我手下当差 因为是件高兴的事 我不希望用一卷文书困住你 我希望你是自由的 我希望你留在我身边的每一刻 都是心甘情愿的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 谁说被你录用了 就得一辈子跟着你当武作啊 那些成了亲的夫妻还能和离呢 我要是不想干了 就递辞城回家呗 可以啊 但如果真有这么一天 我可不敢确定 自己会舍得放你走 你只是一名武作 而我是从一品郡王 我如果真的耍赖起来 你可是一丁点办法都没有 你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平斗我 西平公主到 拜见陛下 西平 你可知罪 陛下 西平奉旨前来 不知陛下正是何意 公主 昨夜太医令张书 被发现死在太医署内 经现场勘查及多方取证 查实其为悬梁自尽 但他乃是被人逼迫 走投无路 为保全家人 才舍弃了自己的性命 公主 难道您还不认罪吗 这是无稽之谈 我与张太医无怨无仇 为何要加害于他 为何 陛下手中拿的东西 您可认得 你自己看看 这是我的一案 自文宗朝起 张太医就一直为我诊脉 他手里有我的一案 这又如何 公主 可否借臣已用 诸位请看 这一案里 记录的是西平公主孕期的情况 已请太医署的多位医官艳看过 种种迹象皆显示 当年公主 净怀有义胎 义胎 义胎又出事了 韩尚说 女子孕妻 连脉象都会虚虚实实 实有不准 当年我义胎诞下双生子 长安城人尽皆知 如今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不信事实 偏偏要相信这一纸陈年一案 事实就是 当年公主只诞下一胎 另一胎是从他处抱养而来的 真是无稽之谈 我堂堂大堂公主 若想抱养一子 只管抱来养就是了 何必需要遮遮掩掩 因为你抱养的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而是文宗朝率重造反的剑男节度士 陈英之子 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 相交甚动 而在这长安城中 与公主运期相当 又与您交好的 唯有陈英之期 据卷宗记载 当年陈氏已怀有近八个月的深渊 得闻陈英之事后 大动胎起 未能生产便血崩而亡 按理来说 此时的婴儿骸骨 应该还蜷缩于陈氏的盆骨之间 可是我派人连夜查看了观主 发现婴儿的骸骨的确还在 但是却周身挺直 位于陈氏的双腿之间 由此可见 是有人事后放入死婴骸骨 来混淆使听 对也不对 公主倘若仍不信我所言 我可把人证带上来了 带人证 公主 您可认得此二人 抬起头来 这二人 年长者 是旧时公主府的乳母 另一个 是旧时公主府上的婢女 当年公主 为了隐瞒自己抱养孩子之事 就把深知内情的这些 婢女还有仆人们 全都遣散出府 安置在扬州 但是公主您却留了一手 将他们的至亲之人 扣押在府上 当作人质 这两人 就分别有 妹妹和儿子 被扣在府上 时隔多年 他们私亲心切 又见到公主府 两位公子皆宜 长大成人 便想向公主赎回亲人 万万没想到 却遭到了公主的拒绝 还险遭暗害 我没有 当年是他们 自愿把孩子 留在公主府的 当时那两个孩子 年纪虽小 却聪明伶俐 他们把两个孩子 留在公主府 也是图日后 有个好前程 现如今 那两个孩子 还在我府上 陛下可以把他们 传来疑问 他们既是公主的家谱 公主 当然是会站在您这边了 政词不可用 公主见到两位 突然回京 担心事情败露 于是 便威胁了 深知内景的太医署 张太医 公主 你先是窝藏逆党以后 再欺君网上 又为了隐瞒真相 残忍地逼死了 太医署的张太医 如今 人正物正皆在 公主 你还不认罪吗 喜平 你还有何话说 陛下 我没有害死张叔 另外 锦鱼锦鲤 都是我的骨肉 除此之外 我无话可说 安郡王到 臣有话要说 陈萧锦鱼 拜见陛下 免礼 你说你有话说 你有何话说 陛下 陈方才在外 听见韩尚书的一番推论 陈以为 韩尚书所奏 漏洞百出 安郡王 你如今有逆党以后之嫌 没有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 小锦鱼 那你倒是说说 怎么个漏洞百出 韩尚书所成卖案 必是他人蓄意伪造的 安郡王啊安郡王 你可真是狗急跳墙啊 连这等睁眼都说不出来的瞎话 也都说出来了 你连这麦案都没见过 如何敢在这里 言之糟糟啊 韩尚书可曾想过 张太医若真是走投无路 想以自尽宝的家人平安 又何须将这麦案放在桌上 让你发现 他一死 必有人来搜查 若有人看到了麦案 怀疑公主 公主得知后 再对他家人下手 他岂不是白死了 或许是真 张太医 想以死来 令真相大白于天下 笑吗 长叔并非平头百姓 他一届太医令 面胜的机会比你我都还要多 他若真想搞发什么事 岂用赔上自己的信 陛下 臣请验看 韩尚书所说的那卷麦案 韩基 给他看看 陛下 这卷麦案 用的虽是陈年旧纸 但末计 却是崭新的 诸位大人 但凡看过账簿 或登记册的都会知道 即便是同一个人 使用同一副笔墨书写 每日的字迹都会有细微的差别 但这卷 跨期近一年的麦案 却是一气何成 更匪夷所思的是 这卷记录公主麦相的麦案 用的却是三年前 摄桌才研制出来的无香墨 无香墨 以极为精巧的制墨工艺 极大降低了墨水本身的焦臭味 而不像以往的制墨之法 要在墨中添加香料以遮盖焦臭 所以为之 无香墨 陷下此墨 仅用于公主 即便是他 曾在某处得到此墨 又怎会用来腾超一阵麦案呢 朕从未将无香墨赏给太医署任何人 安静 这是怎么回事 张太医又是怎么回事 王爷 他确实是吊死的 当真 他井前有一道紫黑色的勒痕 位于侯杰下方 所以他唇齿微张 舌尖探出 这道勒痕 从他井前一直延伸到他耳边 而且 他腿上有血阴 确实是吊死的 不过 他应该不是自己把自己吊死的 为什么 因为 他身上有些瘀伤 应该是临死前和人打斗过 但又不像是和人面对面打斗造成的 什么意思 他双手手腕 有明显被人大力抓握的瘀伤 但他身上其他的瘀伤 大多都在他四肢的 侧面和背面 这一架 真不知是怎么打的 这些瘀伤 在什么部位 他左腿的外侧位置上 有条状的瘀伤 是磕在坚硬的棱上造成的 好 王爷 我们来试一试 好 走 走 如此正常 是否伤处 就会在四肢的背 或侧面了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可此人 为何会与张太医如此打盗 张太医年于六许 又无功夫在身 一道重击将他制服并非难事 怎会费如此周章 我知道了 他是要先把张太医 在床榻上捂晕过去 然后再吊在房梁上 这样看起来 就和吊死没什么区别了 我在死者的鼻子里 发现了一些 白色的唏嘘 我还纳闷那是什么东西呢 原来就是棉被里的棉絮 他一定是在 被捂住口鼻时 奋力挣扎吸进去的 可是 发现死者的人 明明是看到死者 当着他们的面揣凳子的 我听说 他们发现的时候 死者还掉在梁上直晃荡呢 如果他真是这样被杀死的话 那那两名发现死者的太医 是不是就撒谎了呢 陛下 臣已查明 太医张叔致死 并非悬梁自尽 而是被人用棉被捂至晕厥之后 悬吊于梁上而死 真是无稽之谈 当日太医署的两名医官亲眼见到 张太医自己踢倒了凳子 只不过他年迈体弱 才没能救得过来 当日是谁发现张叔上吊死的 是 朕来问你们 当日是否亲眼看见 张叔是自己踢倒凳子的 是 陛下 臣相信二位医官并没有撒谎 安郡王 你一会儿说张太医是被害死的 一会儿又说两位太医没有撒谎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张叔 确实是被他人所杀 二位医官也都没有撒谎 他们只是被凶手的障眼法所骗 误以为自己看到的 当真就是张太医 踢凳子自杀的一幕 陛下明鉴 安郡王明察 陛下 旁边这间屋子 与案发之地一模一样 臣已将屋中 不止为案发时的情形 还请陛下一驾 亲自去看看 凶手 是如何掩人耳目的 好 好 一位医官发现死者的过程 便可真相打买 陛下 我来 二位医官 当日你们推门之前 这门扇 可是如现在这般 正是 正是 韩尚书 请吧 是 二位医官 你们当日听到的 是 看到的 可是如此 是 正是这样 丹尔 这怎么可能呢 这 木头甲人自然不会自己 踢翻凳子 这不过是凶手 布下的一个小小的 机关吧 陛下 凶手 武云张太医之后 就是用此绳 做出了张太医自尽的模样 而后用凳子 斜立于死者脚下 以死者的双脚挡住凳面 在凳子着地处 织上一只毛笔 使凳子刚刚好不会倒下 之后 虚眼房门 将细竿放于此相接之处 但一有人推门 细竿击中毛笔 凳子失文倒地 毛笔滚至一旁 尸体 钓鱼悬梁晃动 快救人哪 这便是二位医官 当时看到的场景 陛下 这便是刚才 支在凳子底下的毛笔 而这一支 是张太医屋中的毛笔 陛下仔细对比能发现 两支毛笔的尾端 都有几乎相同的磨痕 笔风分散形状 也几乎相同 果真如此 现场 散在地上的药材和药包 也都是凶手 为了掩饰这一机关手法 故意散在地上 使得地上的毛笔 和竹竿 看起来不至于太过显眼 众卿 安郡王这番推断 你们可有何意义 臣无意义 臣也无意义 小锦鱼 你既知 凶手是如何行凶的 可也知道 这凶手是何人了 凶手煞费苦心设下此局 但此局 有一致命的缺点 就是凶手在布置完机关之后 只能翻窗离开现场 而那晚 凶手翻窗逃离现场时 匆忙之间 被窗上的一根木刺 勾下了身上的一根丝线 这好像是 陛下明鉴 这丝线 正是来自宦官衣服的内衬 孙公公 当晚太医署进出记录上 有你的名字 时辰也与张太医出事的时辰 相吻合 据查 孙公公尚未深理新的官服 不知可否当着众人的面 看看你身上这件官服的内衬 王爷 您这是何意呀 陛下 凶手 正是此人 陛下 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 毕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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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师父 师父 救救我啊 师父 师父 救救我啊 你 大大奴才 竟敢在御前行凶 陛下 这恶徒 犯下了如此罪孽 实为老奴 管教不严 近日安君王已经查清了真相 铁证如山足以定案了 老奴掌管内侍上 有殉戒惩处工人之责 即便这个恶徒 平时称老奴一生师父 老奴也断不能姑息包庇于他 必须得严惩 陛下 老奴出手势急了点 可这恶徒若是狗急跳墙 伤及陛下的龙体 老奴就追悔莫及 陛下 老奴一片忠心啊 还望陛下见谅 秦公公 你恐怕不是要惩处孙明德 而是怕再不杀他 他就会在京剧之下 供出你是如何想要利用张叔之死 给我母亲扣赏一个 窝藏逆挡遗后 欺君往上的罪名吧 从而 提防我回京 携带铁证 揭露你们当年 颠倒黑白 冤杀贱男节肚使的罪行吧 安君王啊 孙明德之罪 是您刚刚亲自在陛下和众臣面前 证明出来的呀 对吧 我相信了您的腿断 我才就地正法了这个恶头 您现在说这样的话 我跟你讲 老奴可真的就听不明白了 陛下 还望陛下 为老奴主持公道 小锦鱼 这怎么又扯到贱男节肚使那儿去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把话说清楚 陛下 臣此行西南 找到了臣失踪多年的父亲 闻宗朝 监察御史 萧赫 家父已于五年前 在乾州过世 遗体 臣已带回长安 家父临终前留有证悟 并且将当年遭遇的一切 以反切法原理 编制蜜语 疏于他的遗言之中 恳请陛下 准臣呈上遗书和证悟 准 殿下 殿下 出事了 薛府的人全都不知去向 什么 兵部也打探不出任何消息 再就是 那安全王已回长安了 他能活着回来 那就说明 是西南军中败了 兵败之事绝不可泄露 殿下 城中十分危急 应该尽早谋尸啊 尽早谋尸 本王谋尸十一载 清尽心力 此时本与他毫无干系 他既非要与本王为敌 那就怪不得本王了 我让你安排的人和地方 都安排妥当了 殿下放心 在下已经安排妥当 小锦鱼 你是我教出来的 你以为 你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 陛下 陈已将发现 家父遗书的经过 和遗书解义后的内容 尽数于奏本之中 请陛下过目 家父当年奉秘旨 前往西南 赵剑南节度使陈英 入京逃贼 陈英帅两万余众 奉旨赶赴长安 却被宦官污蔑为反贼 惨遭辅杀屠戮 家父为政建南节度使 众人清白 携密诏 拼死冲出重围 但因情乱一挡 唯恐家父返京 揭露真相 多年来 一面在京中设下 重重暗哨埋伏 一面 派人平往西南搜捕追杀 使得家父 至死 都未能返京陈渊 臣此次赶赴西南 幸而寻着家父 生前留下的线索 找到家父临终前 留下的遗书 和种种证文 方才得知 这数万中古 沉埋西南之地的冤情 臣恳请陛下 重查此案 还剑南节度使 陈英以众忠义之师 以清白之名 秦鸾 陛下 老奴当年带兵 奔赴西南 绞杀反贼 是奉了文宗皇帝的旨意 此事 朝野皆知 当年西南事发之时 安郡王还没有出生呢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了 他只是去了西南一趟 带回了一具陈年尸体 和几件 极易伪造的 所谓证据 今天就在这儿 混淆视听 颠倒黑白 安郡王 安郡王恐怕是为了西平公主和自己脱罪 在巧言歪曲当年的事实 陛下 事关重大 请陛下明察 臣还有一证据 可证明秦鸾 绝不清白 还有什么 一并拿出来 三法司五座楚楚 叩见陛下 陛下 您看看 她就是逆党以后 云翼之女 秦公公 怎么知道 秦公公久居深宫 何时见过她 你 你就是安郡王 收入门下的那个女舞座 是 抬起头来 谢陛下 陛下 楚楚的身负云翼 乃剑南节度使的将领 臣已查知剑南节度使一案的内情 未免此案真相奏明圣赏之前 楚楚惨遭不测 所以才决定亲自 将她带来长安 向陛下秉明一切 这也许都是天意吧 楚楚 起来回话 楚楚 你抬来的是何人呢 回陛下 这就是十多年前刺杀驸马爷不成 被驸马爷封进墙里的宦官 驸马爷生前和他打斗时的凶器 也一并封进了墙里 经检验 他确实是在激烈的打斗过程中被杀死的 尸体身上的伤 和驸马爷遗书里所描述的打斗过程完全吻合 掀开给朕看看 这是随他的尸体一同发现的 接鲁鸦 神经检验 将你的牌子呈过来 好 盘棋 陛下 此身份牌 虽说不易伪造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 还是可以伪造的 请陛下 先前马公公执掌内侍省事 用人制度极为严格 所有人的体貌特征 皆记录在案 请公公 内侍省的一应制度 您是遵循旧例的 我来之前 已着人借出了当年 人员外出登记的记录册 有一报外出办事 意外中途身亡者 与此人正相吻合 秦卵 在 你不说安郡王 在编故事构陷于你吗 你代掌内侍省这些年 手下之人 一个杀了当朝的太医令 企图污蔑西平公主 继安郡王兄弟 一个跑去西南 去刺杀萧衡 到底是谁在混淆 视听颠倒黑白 来人 在 将齐鸾拿下 收押戴神 是 韩姬 陛下 你身为刑部尚书 不能持身公正 明辨是非 朕免去你这刑部尚书之职 官将两级 回家闭门 思过半月 好好想清楚了 再来见朕 谢陛下 安郡王 对不住了 秦鸾 秦鸾已按时隔九远 牵连甚广 萧衡又身设此案 安郡王不宜主持查办 京青 你在百官之中 德高望重 此案 就由你来主持查办 刑部 大理寺 御史台 三司协同调查 务必要将 秦鸾所涉之事 所有涉案之人 彻查清楚 臣遵旨 秦鸾 秦鸾 秦鸾的反应不太对 他必定藏有后章 你要小心 殿下 鸡化 谨象得如何 周汉来报 秦鸾被萧敬于 反将义军 眼下被擒了 那便照计划行事 是 那个周汉呢 今日连累母亲受精 是锦鸾之过 你们这是干什么 起来 快起来 今日是你们救了我呀 还让圣上 准了彻查当年的冤案 给我替驸马 替陈家 替剑南节度使 两万忠义之事 谢谢你们才是 公主 这是驸马爷 生前一直待在身上的 他离开前 把这个交给了我 现在 也应该交还给公主了 这是石头做的 对 石头 哪儿的石头 陈家中锦里迟胖进来的 你倒是肯说实话 回来了就好 这一路 你们受苦了 既然奸宁已出 真相 早晚会大白于天下的 锦鱼 有一件事 我也该告诉你了 母亲 我知道 我就是陈家的后人 你怎么会知道的 楚楚初在太医署 见到您时 就已从您与父亲的容貌 骨香中变出 您与父亲 不是我的生生父母 公主 王爷想要知道 我不能骗他 你陪着锦鱼出生入死 事实都以锦鱼为重 我又岂会怪你呢 母亲放心 来天锦阁老让我转告母亲 她也问过圣上 若当年之事确袭冤案 母亲便是护卫中粮之后有功 我倒没什么 只是锦鱼 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这么些年 没能让你为亲生父母尽孝 从前是形势所迫 情不得已 如今 你既已知道了 你生生父母的身份 便要以 人子身份供奉才是 锦鱼明白 日后我会长奉香火于府中 以感激生生父母的生育之恩 但是母亲 若非您当年大义相救 和这么多年的悉心抚养 也没有锦鱼的今日 若我的生父生母在天有灵 他们也定是会感激您呢 我还想如往日一样 侍奉您膝下 不知 不知母亲还要不要锦鱼 快起来 我哪有说过不要你了 你和锦鱼 都是我的孩子 从前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记住了吗 是 记住了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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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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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觉息地 进本楼 人带来 来到了西南边 瞎得那个逆贼 把头竹穿 高踢高峰 高踢高峰 我 愛 愛 現在是紳士 秦公公還有什麼急事趕著辦嗎 你看 你看 既然來到這兒了 還能有什麼急事啊 只是習慣了 在宮裡當差久了 日子都是按著刻點過的呀 快一點 慢一點 慢一點 快一點 那都是要掉腦袋的呀 所以無論走到哪兒 都忍不住要看看 這些技術時辰的東西 秦公公來到這大理寺域 就可以好好地歇歇了 這裡一切粗簡 唯有這時辰是管夠的 咱家自文宗朝入宮伺候 這一眨眼的功夫 你看看就已經服侍過三代堂主了 哦 對了 哦 對了 景格老也是文宗朝入室的吧 我記得是這個 好像是太和二年 秦公公好記性 不敢不敢不敢 景格老啊 你我同立三朝啊 景格老應該與咱家一樣明白一個道理呀 江山易主 並沒有常人所想的那麼難 也沒有帝王所想的那麼可以預見 什麼贏貨守心紫微爛淡 都是司天賤那幫玩意兒混飯吃的東西啊 景格老啊 聖上為何把案子交給你 而不是交給他安郡王 你我心知肚明 這個案子若交到了安郡王手裡 以他的性子 定是要徹徹底底查個清楚明白 拔出了蘿蔔 帶出了泥 恐怕查到最後 大半個朝廷的人都脱不了干系啊 聖上把這個案子交給了你 是想要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你是最清楚不過了 對吧 聖上要的是秉公執法 讓真相大白於天下 秉公執法好呸 秦鸾 我景家能夠走到今日 靠的就是 固守本心 時時警醒 汲取教訓 知錯改錯 靠之啊 你看看你 也是活了一把年紀的人了 你還相信這種幼稚的鬼話嗎 秦鸾 嗯 我這是在給你機會 機會 咱家七歲入宮 到今日代掌北思 憑的可不是誰給的機會 這是咱家命里的運輸 你看看 我北思疏逆時掌政 神策中衛掌兵 一向參與朝政分掌軍政大權 不然皇帝不過是一時生存在這皇宮裡的人罷了 連坊間的庶民都知道 如今的大堂乃是流水的皇帝 皮打的貝斯 這貝斯 才是咱家的機會 你說的機會是個什麼東西啊 秦公公 你以為你還有什麼活路嗎 以你現在的處境 唯有你老老實實地交代出一切 方有可能既往於聖上 念你伺候他多年的份上 饒你個全屍下葬 就連這胡子 全都給你補上 咱家不用一次好 謝謝你 我說禁閣老啊 成王拜寇 咱家的運輸 還沒到頭呢 還沒到頭呢 大寧進去 是 進去 神酬均 夢 王爺 如何 他一直在关注时辰 并且在计数时辰 看来所料不差 他出宫之前 已经做下了准备 如果不能在约定的时辰回宫 宫中就会生病 如今他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罢了 他到底想干什么 逼宫 失局 敬格老 上次在御华园教你那段散板 唱会了没有啊 听听刚才这段有没有味 秦鲁 你可想清楚了 是千刀万剐之后 弃尸荒野 还是留去全尸下葬 全在你一念之间 我说敬格老啊 你的好意咋家记下了 你还是省点 唾磨星子 扬扬身子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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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去吧 还是王爷信信 爹 出事了 出事了 怎么了 什么事 怎么了 什么事 什么 什么事 什么 什么 乃 乃鲁鲁 齐鲁 你是 你竟敢弑君 放开 放开啊 靖哥老 你别太伤心了 圣上平时最爱胡周子孙 须时出碧银一杯啊 让他死在这口茶下 也算咱家对他尽了 最后的主仆情分来啊 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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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周子孙 可惜这好茶了 靖哥老 别太伤心了 靖哥老 秦公公 是在笑锦阁老吗 靖哥老 安郡王 这漏客里的名堂 早就被你识破了吧 嗯 不错 安郡王 靖哥老这个老狐狸 太坏了 故意拿了一个 露宿偏快的漏客来 诶 你看看 还把这个窗户都给挡上 不让咱家 看到外面的光影变化 不就是想在这一点一滴之间 搅乱咱家对石山的判断吗 然后 在咱家面前演了一出大戏 让咱家在得意忘形之间 把实话说出来吗 可惜啊 靖哥老没有在宫里当过差 永远都不会想到 咱家活到这把年纪了 在宫里伺候了大半辈子 哎 这心里边 早就有个点滴不差的楼康 那是任何人 用任何法子都搅乱不了的 不 靖哥老想到了 他想到了 这漏客乱食的法子 本是我的主 但靖哥老提醒我 久在宫中当差的人 对石客极为敏感 想要在短时间内撼动 你对石臣的感知 是很难的 于是我就改了个 将计就计的法子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以为你自己 在配合靖哥老演戏 实际上 靖哥老也在配合你演戏 你既旦靖哥老 善于识谎辩言 所以让圣上死在那口 茶下的话 必是实话 如此才能确保骗过靖哥老 但这话 不是乍听之下所说的意思 看来会要圣上性命的 不是那茶叶 也不是烹茶的水 而是那凤茶的茶盏 安靖王 以他现在的神态 足以证实你的推断是无误的 那圣上那里 就有劳靖哥老了 嗯 秦鸾 你这是自寻死路 哼 安靖王啊 知道了又怎么样啊 已经来不及了 你看啊 从大理寺遇到宫门 快马也得两个时间啊 虚实一到 所有宫门都被封锁 就算你们在外边调集兵马 冲进宫去 宫内 已经是血流成河了 借行幼主继位 大明宫还是咱家的大明宫 小金鱼 你还能如何呀 你对时刻虽然极为敏感 但你对方向的感知 于常人并无二知 今日审你时间仓促 来不及做万全的准备 所以权衡之下 我在两件事上下了赌注 说说他 说 一 我赌你不常出宫 并不熟悉从太医署 到大理寺遇的路 应该怎么走 二 赌你并不熟悉 大理寺遇的讯问室 这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宫中的夜庭雨 从此处到江山殿 以锦衣的教程 要不了半科 秦鸾 假传圣旨 逼宫魔款 罪不可赦 而能若不弃械投降 修敌正法 罪廉三粗 秦鸾 你以为只要封锁了宫门 就能血洗大明宫吗 萧锦衣 我秦鸾 和何一生啊 没想到 栽在你这个娃娃手里了 国秦鸾 我秦鸾 不服 可惜三哥赐予朕这白玉茶盏了 拿去料理了吧 也许是冥冥之中 三哥诱护了朕一次 是 陛下放心 一切都按照安君王的计划 顺利进行 眼下建军中 秦岚的党羽也已悉数倾下 奴婢实在没想到 真如安君王所料 秦岚尽等大妄为道 企图弑军逼宫 秦岚掌兵弄拳 为获大唐设计已久 击毙难除 便是朕坐拥天下 也不得不以如此的法子 来对付他们 倒是难为你了 为了朕深入险境许久 金宝 定起了他 是 陈已查明 如归楼画养动多杀手 其掌柜背后的知识人 孙公某 奴婢能留下 还没感谢你呢 你看你 孙明德 日后你就安心留在朕的身边 朕不会亏待了你 谢陛下 奴婢愿为陛下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今日秦岚刚被守监 周汉就失踪了 神策军力也跟着少了一拨人 估计是和周汉一起逃走了 周汉 好色贪彩 又头脑简单 如今情乱已倒 他唯有转头薛武城门下 才能有再想富贵的可能 薛武城如今也是急需用人 更何况周汉这样 对长安各处都了如指掌的人 那卑职即刻加派人手 尽快将他捉拿归啊 不急 送他出去 另有大用 暴君冷酷无德 当年登基之初 既因忌惮之心 竟派官军假扮山北 屠杀我昌王府 上下百余口无辜姓利 所来天佑我大唐 由本王苟延姓利 得有机会首任暴君 本王曾承诺 终有一日 必带领大家 亲手为家人复仇 这个日子 就在眼前了 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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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眼下敌众我广 又失去了秦鸾这一助力 我们的人 现也无法藏在考生之中 此时复仇 恐非良机啊 陈渊 你这前周晋坐使才干了几天哪 吃了几口 礼价给你的俸禄 你就忘了你爹是怎么死的了 迟叔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 我只是觉得 仙下萧锦鱼步步紧逼 情势与我们不利啊 倒不如 不如 暂退一时 重整齐骨 以待来日啊 这 殿下 列位当中 亲历当年惨剧的人并不多 你们有畏缩之心 本王明白 但是本王相信 当年惨死于昌王府中的人 如能有幸保存姓名至今日 定会与本王 陆立同心 为诛杀暴君 憾美礼堂正统 而奋战到最后一口气 如今 不过是一黄口小儿 从中作梗 本王若退 如何对得起 本王身上流淌的李氏之血 又如何对得起 父皇和母妃的在天之灵 又如何对得起 当年惨死在乾州的 上百条无辜的性命 誓死效忠殿下 誓死效忠殿下 又被你猜中了 李章的母亲是昌王府的绣娘 赵吉的父兄是昌王府的侍卫 吴琛的长姐是昌王府的厨娘 还有啊 杀害严明的那个武姬 她在长安的母亲是养母 她的亲生母亲也是昌王府的旧人 当年山匪洗劫昌王府的时候 他们在昌王府的亲人全都遇害了 血汝成应该就是利用这一点 召集他们为他卖命的 你猜 当年昌王因天花出宫之前 是哪位太医为他诊治的 张叔 景大人 你回来了 你是在吃饭吗 正好 我给王爷做了宵夜 你也一起吧 现在扳倒了秦伦安 薛汝成就失去了他最大的助力了 再加上我爹 关爱考生 包持管住的提议被圣上采纳 这么一来 薛汝成手下混在考生当中的反军 为了确保能行动自由 肯定不会驱逐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 前周上报的考生数目 大概的推断出反军的数量了 可是把考生全都关在一起 他们会愿意吗 省了吃住的钱方便交友拓展人脉 他们高兴了呢 可是 薛汝成没有了秦鸾的帮忙 手下反军的数目又暴露出来 他会不会一害怕就逃跑了呀 那可就太麻烦了 不会的 他筹谋多年 时至今日 眼看距离皇位仅一步之遥 他已经无法再回到 过去那种韬光养晦的日子 如今哪怕是火中取栗 他也会冒险一试 他现在没有了秦鸾的理应外合 便只能在宫外想办法 他人寿有限 又没有圣上身边消息的来源 所以 戒备森严的重大宴会庆典 皇家祭祀 他都无法下手 唯一的情况 便只可能是一些规模小 而又能集中起圣上 和宗卿仲臣的情况 那能是什么情况 秦鸾骤然失事 他应该是始疗未及 与其让他费心找一个机会 倒不如 送他一个 送他一个 也说出动 我知道了 我从前 听驸马爷在故事里讲过 每到科举的时候 各地文人默刻齐聚长安 朝廷也会举办一些 什么诗会茶会的 皇上和大臣也会参加 王爷说的可是这个 你家王爷说的肯定不是这个 为什么 这事麻烦就麻烦在这儿 王爷的意思 秦贼可以 但是绝对不能闹打昌王的动静 在天下人的眼里 薛汝成已经葬身火海 而昌王更是轰毙多年 如今这些传言不过是一些无聊之人散布的谣言 所以我们最好无声无息把他们一网打起 我还是不明白 因为一旦掀起风波 无论他是成 是败 各地藩阵 四邻诸国 都可能会有包藏祸心的势力借此大做文章 到时朝野上下又是一场大乱 遭殃的只会是众多无辜百姓 那 那该怎么办呀 让我再想想 大半夜不说话占人背后 装鬼啊你了 来都来了 不进去看看吗 没开见门锁着吗 这围墙咱俩四岁的时候就翻过 现在练就了一身功夫 倒是要抄起钥匙了 我就是要从这门进去 你管得着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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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请大小姐回家 你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啊 冷大将军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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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本来想打扫干净再带你来的 不过你先来看看也好 看看有哪些需要填补的 我一并去办 我一并去办 我住去公主府之后 爷爷他就遣散了这里所有的扑壁 把宅子给锁了 此后他回经面生就只住在驿馆 我原本以为 他已经把这宅子给卖掉了 没想到这里一切都还没变 他也是应该 害怕回到这里吧 害怕看到这些 会想起我爹 想起一大家子人 曾经在一起收获的话 冷江就跟我说 他把这儿交给你了 他下一次回京 希望你能让他住回这里 他很想回这个家 他很想一回家就能看到你 看到你过得很好 锦衣 谢谢你 我就是帮忙传一句话 什么好谢的 你俩一起聊天的时候 他应该没少管你酒吧 为你喝点酒算什么呀 我本以为老爷子 最起码要让我放点血呢 锦衣 过来下 唱呀 唱呀 唱这叶莲 像针锋轻轻搏动着琴霾 轻浮慢慢浮现 贝伤也一点点走连 你别跑啊 我是黄花大少爷 你得负责任哪 明天娶我家提亲 我有一个办法 王爷 咱们澄清吧 什么 王爷 是你说要娶我为妻的 不会这么快就不认账了吧 不是 我想娶你为妻的心天地可见 只是 这个时候 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个 我想过了 只要咱们澄清 你在这冥思苦想的事情 就都解决了 你是皇上的亲戚 是郡王 又是朝廷里这么大的官 你要是澄清 什么皇亲国戚 高官权贵的 不都得来给你贺喜吗 到时候 整个三法司热热闹闹的 逆党们来了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他们给抓住了 楚楚 你想帮我 我明白 我确实也想尽快找到良策 缴清前有长安的逆打 但是 我不能用我们的亲事来做 为什么 与你拜堂成亲 结为连礼 是你我共度余生的开始 与我而言 是件无比珍贵的事 此前诸多时光 本该与你花钱月下 可我先是对你起义 又一而再 再而三地将你搅进那些危险的案子里 害你一次次陷入险境 受尽了委屈 我知道你没有怨我 但是 但是这是你的善良 宽容 不是理所当然 事到如今我都是欠了你的 若是连成婚那天 也是如此 那就太委屈你了 王爷 你这么说 意思就是我的这个想法 是行得通的了 行得通就太好了 楚楚 王爷 只要娶我的人是你 怎么成亲我都愿意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受过什么委屈 如果只是和你成亲就能帮到你 那让我每天嫁你一次我也愿意 而且 在我们成亲的时候 如果能把那些逆党一网打尽 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你想啊 你是大唐的行御官 我是大唐的武座 咱们成亲的时候 如果能把逆党捉拿归案 那可是一个大大的好兆头 预示着咱们成亲之后 能够逢案必破 百战百胜 可是 王爷 你这样为难 我不忍 所以 我愿意 你要用自己的婚事 来诱血汝城入局 是 你既向朕提出此策 必是已想好了怎么做 但你光说让朕给你赐婚 可却没有说 你到底想迎娶哪家的姑娘 难不成让朕随手给你点一个呀 不敢劳陛下费心 臣已有心仪的女子 你有心仪之人 这到齐了 是谁家的姑娘 臣恳请陛下 准许臣迎娶 前剑南节度使麾下将领 云翼之女 楚楚为妻 云翼之女 云翼之女 就是那个你亲手签发 力补文书的女舞座楚楚 正是 小锦鱼 你告诉朕 你要取一名舞座为妻 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 臣是大唐的官员 陛下的臣子 那就不要再想这种 给朕丢人现眼的事 陛下 您在给臣的公文玉批中 也曾对她协助臣破案之功 大家赞赏 臣如今要取一名 您赏识的女子 这为何是一件 丢人现眼之事 朕赏识的女子 就都是你能迎娶的女子吗 财学归财学 身份归身份 你不要在这儿 跟朕抢词夺礼 你是从一品俊王 踏实一名武座 你二人的身份 有着云泥之别 别说你要取这样的一个女子为妻 就算你要纳她为妾 也是有违礼法 你掌管三思 难道朝廷的礼法还要朕来教你吗 陛下 小锦鱼 你不要在这儿想着 跟朕说什么两情相悦的鬼话 朕也是经历过你这个年纪的 这个年纪的人 就只能看到眼前的风花雪月 你可知为何自古至今 成婚都是一件大事 那是因为成婚之后 你与她的悲欢荣辱 皆细微一体 亦荣俱荣 亦损损 你可曾想过 此生要与一名武座荣辱于共 你又可曾为她想过 她这样的身份 日后如何在宗室命妇之中自除 你以为 祖宗定下这样的礼法 那是一排脑袋就能想出来的事吗 这都是多少前人 用自己的悲痛 换来的教训 这些教训 既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 臣就斗胆再请教陛下 这些过来之人 饱受痛苦之事 可曾后悔过 若有后悔 他们后悔的 是与心爱之人结为连理 还是后悔 未能守住承诺 相待如初 放肆 陛下 既有前人之见 臣必实施警醒自己 不倒前人之负责 还望陛下成全 小锦鱼啊小锦鱼 都说你少年老长 想不到在这一件事上竟像个孩子 罢了 但朕有个条件 你应该明白 陛下 这历布和三法司 共同认定的武作身份 对你来说实在来之不易 我明白它对你有多重要 所以朕朕 我现在还不能娶你 王爷 你原想放弃爵位与我在一起吧 要想秦贼 我们需要有所牺牲对吗 那为什么 不能是我呢 你现在得到的一切 都是凭你自己 一点一点的努力辛苦得来的 你付出的努力 远比我多得多 你放心 我一定还能想到别的法子 来不及了 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了 楚楚 王爷 武作的身份对我来说的确很重要 我努力想要成为一名正式的武作 不是因为我想把这张武作身份凭证 攥在手里 而是想像我爷爷 我爹 我哥 还有驸马爷故事里的神捕一样 能够有资格 堂堂正正地去产奸除恶 伸张正义 如果现在让我放弃这个武作的身份 就能将那些逆党一网打尽 就能够救大唐万千百姓的话 那我宁愿放弃 请王爷成全 楚楚毕竟是忠烈之后 你父亲至死都在为贱南节度使一案 昭雪做打算 你又不愿千里将证据带回长安 揭开此案的真相 如此说来 你确实与云家有缘 你要娶云家遗孤为妻 也算是对忠烈之士在天之灵的慰藉 应得朝野称赞 确实一段佳话 小锦鱼 你若执意要娶楚楚 朕可以下职为你二人赐婚 谢陛下圣恩 难得一起逛个街啊 那唐人 西式最好吃的 我给你买一个 老板 来个唐人 来 昌王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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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鱼 你看那边 昌王万岁 昌王万岁 大理寺翻案 快看 看衣服上出字了 真出来了 这是神迹啊 这上面写的啥呀 这就是天降神迹吧 是啊 太神奇了 真是绝了 王爷怎么知道 这两天在长安人群秘籍之处 会有人装神弄鬼 还搞出这种 跟昌王有关联的邪门东西 启末就有 陈胜吾广 于父藏书了 这都是 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 但这也是 起兵造反的必经步骤 反正怎么胜满人心呢 所以王爷料定 薛书成 肯定免不了这个俗啊 是西域草巫统 他是中毒二亡的 不过他身上 显出来的这些字 还真是凭空冒出来的 这倒是挺闲门的 一点都闲门 这就是杂耍艺人的 小把戏吧 杂耍 给萧锦鱼的礼物 已经备好 只等您一声令下了 去吧 去吧 是 等到 这是什么东西啊 快打开看看 让我看看 王爷 别急 吴将已经跟我说了 有人将许无归扔在三法斯后门的街道上 是吗 是 吴将军害怕会对我不利 一直不肯让我去看他的情况 我在门口已经检查过那些车折印 发现有些湿润的酒糟 所以有可能是城中九方的马车 九方 王爷 许如归醒了 殿下 许如归进三法斯了 是 殿下放心 必定万无一失 对了 那萧锦鱼刚请了一道赐婚圣旨 两日后成婚 皇上和宗亲大臣们都会到公主府 观礼庆贺 她跟谁成婚 那个武座吗 是 听说那个姑娘为了嫁给萧锦鱼 从此不再当武座了 是 我还以为她是一个有报复的女子 看来啊 在荣华富贵面前所有人的选择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一次 她当也得当 不当也得当 那是必然 一切尽在殿下您的掌握之中啊 那个周翰呢 啊 已经在办您交给他的差事了 派人给我盯紧他 此人毕竟是个两性奴才 是个建立妄义之人 实不可靠 是 她好像是受了一些惊吓 勉强有些意识 身体很虚弱 而且还在发烧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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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看你身体虚弱才没给你上廖铐 再不老实 就没这么舒服 我老实 我老实 王爷 看他的样子 不像是风寒引起的发烧 万一是因为伤口没有处理好 伤情加重的话 他可能会死的 不将 把他按住 上 朱朱救我 朱朱救我 别动 我只是帮你看一下伤口 徐如龟 你看着我 我问你几句话 你好好想清楚 认真回答我 我才能知道如何救你 听明白了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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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不好了 锦衣在西市 当众破了我们的神迹 汤王万岁 快 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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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耍一人的小把气罢了 咋耍 方才在他身上 闻到了石灰的味道 石灰遇水生热 他只是玩了个 白醋藏字的把戏 来来 我给你们玩一个 冷月 干吗 把这管石灰倒上来 放心吧 我不会有一定点事的 他学咱们用白醋写字 再利用石灰遇水生热 来给衣服加温 让字显现出来 快看 有字 字出来了 他还写的是情诗 百姓都在谈论这风流运势 根本没人在意咱们楼下的那句话了 神迹之谈并非雪中送炭 而是锦上添花 昔日陈上吴广于府藏书 篝火湖鸣 五周皇帝落河献碑 皆是如此 待到本王朱砂暴君 恢复礼堂正统之后 长安百姓自会明白 这些年所承受的蒙蔽 传本王力 追封此名死士为忠义侯 后代其蹊跷 是 现在 一事万事俱备 就让他们再折腾一事吧 待到沙漏漏迹 即可各自就位 请待望中捉鳖吧 誓死效忠殿下 你可知道是何人将你丢在三法司门口的 不知道 我从浅州回来的路上 半路就被山贼给接走了 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长安了 他半中间 把我缓过几个地方关着 可是每次都蒙着我的头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也不知道我去过哪儿 你既然不知道他们把你关在哪儿 又如何知道你是在长安 有谷 有包小谷 长安的包小谷 那你可还听到过别的什么印象深刻的声音 又或是闻到过什么印象深刻的气味 气味 有酒 有很大的酒 酒糟的味道 是酒楼吗 那里不是酒楼 我开过酒楼 是酒糟 酒房酿酒的酒糟的味道 还有什么 还有 出门的时候 我听见有人在吆喝 卖炭喽 很好 你再仔细想想 这段时间他们给你吃过什么食物 有没有什么口味很熟悉的饭菜 比如在什么长安曾经去过的酒楼 或者小滩上吃过 他们 他们只给我吃线菜 饭菜 饭饭 饭 饭水 还给我吃很多很多的药 药 喂药 他们一直在给你治病调理身体 我不知道 就是药 很苦很苦的药 很多 每天都让我喝 我不喝他们就惯着我喝 很好 很好 还能再想起一些什么 任何细小的事 见过的 听过的 闻过的 尝过的 感觉到的都可以 出门 这次出门前 他们没给我吃馒头 什么 他们让我吃了一个丸子 不让我要 生生地让我退下去 很大 他们为了不让我咬 老婆 就加着我的罪 也塞了进去 塞进去的 塞进去的 那丸子 那丸子 王爷 他身上只有几处和人打斗的刀伤 伤情还好 没有感染 可是太奇怪了 他也没有任何关于风寒的症状 按理说 不该这么平白无故地发烧啊 雪如龟 你在吃下这个丸子之前 已经再发烧了吗 没有 上了车 那车晃着晃着 我就开始觉得难受 难受 王爷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几个 在 看好他 不许他乱动 小心留意他的情况 如有一场 速速来报 是 救我 救我 王原罪 救我 啊 王爷 这是什么 许如龟 一定是薛有成送过来的 他之前将许如龟关起来养着 是为了要挟秦鸾为他办事 现在秦鸾已倒 许如龟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按理说 他应该把许如龟给杀了 可他现在将许如龟活着送到这里 一定有什么图谋 五江 你速传练下去 让今天在外的人 马上把所有探得的消息 全部报回来 不论具体 务必要快 是 我回来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薛武成头 放在西式的神迹 西域草物头 加上杂耍一人的把戏 还真是敷衍哪 人呢 已经送去验尸房了 王爷 我听说 许如龟被人扔在三法寺的门口 还活着吗 此时有些麻烦 冷月 还需要你去看看许如龟的情况 什么情况 让楚楚与你细说 好 好 王爷 这是今天打探的所有消息 萧氏宗祠 宗祠 是 今天派去跟踪周翰的人回禀 看到周翰带着几个人 在萧氏宗祠周围出没 行动鬼祟 看起来就像是 踩点 对 踩点 踩点 去那儿踩什么点啊 那里就只有你萧家先祖的牌位 但薛汝成再怎么被你气坏了脑子 也不至于在这么要紧的时候 去回你家宗祠泄愤吧 如何 如何 看起来像是中了少量毕马子毒的症状 以他目前中毒的程度来看 顶多是发热恶心难受 就算不服用药物解毒 也是死不了人的 薛汝成把他送过来 难道就是让我们看他恶心难受他 这什么路说 难不成 是用他来拖延我们的时间 让我们发现不了他的计划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到外面说话 你说许如归是什么 兵器 他现在恐怕连个勺子都拿不起来了吧 薛汝成把他当什么兵器啊 你还记得我说过吗 薛汝成 在等一个机会 他把许如归送到这里 应该就是他制造的一个机会 这机会 就是你说的那种 皇亲国戚 朝中重臣 都聚在一处的机会 没错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明白啊 王爷 你说薛汝成送许如归到三法寺里来 到底是来做什么呢 杀 我知道了 如果说你因此被害的话 圣上定会对你大加表彰 再加上驸马爷的事 为了安抚西平公主和萧锦黎 他定会带上宗亲和朝臣 御驾亲离 萧氏宗慈 血汝成制造的就是这个机会 所以你说 周汉他们出现在宗慈附近是为了彩点 可真的是丧心病狂 卑职局不容他放肆 这就去把他换了 回来 此事没有这么简单 虽不知薛汝成 到底在许如归身上 做了什么文章 但问题的关键 必定在于 他给他喂的那颗丸子 王爷 你是怀疑那丸子有毒吗 你可还记得 许如归是怎么说 他吃下那颗丸子的 他们是要他生吞下去 且不让他嚼 也不给他水喝 我怀疑那颗丸子是有夹心 现在只是在消化外面的一层 但外面那层消化殆尽 里面是什么 就很难说了 甭管是什么了 当物质机就是把许如归给送走 送的越远越好 对呀王爷 景仪他说的对呀 当物质机就是把许如归送走 王爷 那丸子就算是个能在肚子里爆炸的火雷弹 只要他炸的时候伤不到人 削辱成他的奸计 楚楚 现在人命关天 真的没有两全的办法了 王爷 能不能让我试试 试什么 我想趁那丸子还没有消化到里层 剖腹把它取出来 你要活剖了许如归 不是 我只是想像治病一样 把那病灶取出来 把它治好 可是楚楚 活人毕竟跟死人不一样 何况许如归现在身体虚弱 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这样的折腾 而且 他是你亲舅舅 万一 王爷 许如归是朝廷侵犯 不管他是死是活 都应该由朝廷律法来定 而不是被削辱成摆布 如果他死在那丸子上 不管有没有伤到人 赢的都是削辱成 如果烹腹取出丸子 破了他们的阴谋 将他们绳之以法 那赢的就是我们 王爷 无愿帮楚楚一试 六月 太危险了 王爷 我觉得楚楚讲得有道理 他对人体内部的构造了如指掌 我多少懂些医术 有我帮他 胜算也能多一些 谢谢冷姑娘 王爷 真难你没办法 速去速回 我已经求来了赐婚的旨意 我们过两天就要成亲了 还有许多事情要筹备 好 我现在就去准备一下 我将 宁愿将许无归抬到验尸房 一切听从楚楚和冷月的安排 是 另外 石解堂院落中 再留十名侍卫 严守院落 再留两名侍卫 在验尸房门口 随时侧应楚楚和冷月 其余任等一律退出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靠近石解堂 是 天忆 你也出去吧 王爷 你们都在这儿 我去哪儿啊 我不管 不管有什么凶险 我都要跟你们在一起 我要去侧影楚楚和冷月 走 妈咪咱准备好了 我来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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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党虽藏身于长安各处 但知我归京 薛汝成此事必不敢四处游走 许如归是他手中重要的筹码 他得把人关在自己眼皮底下 才会安心 卖探喽 挑探夫 酒造 一个可在门口遇到挑探夫经过的酒坊 能听见清晰的成果 应该是靠近坊间的鼓务 在西式服毒冒充神迹的死者 衣袖袖口有瘤疾 他死前吃过烤糊 鞋子 占有用于货箱里西式防潮的碎爆花 说明他还曾去过一处 庭放贵重货物的货槽 王爷 白线标记的范围是跟踪周汉所发现的银记 蓝线是充当神迹的死者 临死前可能去过的地方 红线是许如归最后被囚禁之地的可能范围 给点吃的吧 爷 谢谢 滚 逆岛聚集之地 必在此三线相交的范围当中 去把锦衣找来 是 叫人去公主府 把我兄长请过来 是 王爷 楚楚他 楚楚怎么了 楚楚 怎么样了 没事 心不uresty 这就是从他胃里取出来的东西 这丸子到底什么名堂 那是个面筋 外面混着避麻子毒 里面裹着的 是和红曼草一起练过的보 王爷 跟你想得一模一样 王爷 怎么了 圣场恩典 赐女于宫中出嫁 即日便入宫准备 你家人一时无法来长安 便有景夫人 出面为你掏吃一切 你尽管听她安排便是 冷月 劳烦你送出处入宫 王爷 放心吧 赢的一定输 混蛋 他算计我便罢了 竟还把阴毒鸡俩算在楚楚身上 投毒给许如归 算好时间把他送过来 他是猜出了你会叫楚楚剖炎 他知道许如归只要死在三法寺 我信不过旁人 定会让楚楚将它剖开来验个清楚 而只要楚楚 而只要楚楚剖开他的胃 毒气就会弥漫开来 毒死楚楚 楚楚 你皇上 一剑三雕 对 他就是想一剑三雕 武座验尸 都会点火盆烧造脚仓竹用来驱邪 而我只要进来查看 便也会中毒身亡 依照我之前自己立下的条例 若是发现死者死于未知的疾病或毒物之下 为避免他人受害 不得在家中停临 必须在两个时辰内下葬 我只要下葬 牌尉便会立刻送我宗慈 而圣上为了安抚宗亲和云集长安的重禄学子 便会亲自消逝宗慈 他的机会便来了 环环相扣 歹毒周全 还好楚楚胆大心细破了他这一区 王爷 依眼下这种情绪 两日后你与楚楚的婚礼 他一定会来 你替我去派发晴帖 我要去见个人 武将 我发脾气了啊 来 发我看看 来 武将军 你就当我是个屁给我放了吧 你少来这套 好 你有什么事好商量 受折了 举帮 本王也正好有事 想与你好好聊聊 聊聊聊 先放了行吗 放开你 跟我来 你逮着不好看 走 来 殿下 出事了 什么 没死 是 那女巫族已经进宫代驾 安眷王正大张旗鼓筹备婚事 看来 徐如贵的事 恐怕已被安眷王识破了 小锦鱼 他非要本王去看他成亲 那本王将如他所愿 朱镇与你去哪儿了 吃错东西了 肚子特别疼 来看 殿下 主要有 贵 追随本王一路至今 多年来 透光养晦 等待的 就是一个首任暴君 恢复李唐正统 顺行天道 救民水火的机会 如今这暴君 以天下为儿 又本王入局 本王便让他看一看 本王是如何名正言顺 去这天下的 届时带我大军抵达长安 拿下暴君 便是你我攻城之时 誓死效忠殿下 誓死效忠殿下 殿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殿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锦鱼 大哥 可想死我了 大哥 你再不松手 一会儿就得让楚楚 从宫里来咽我了 薛辱成的事我都听说了 我手下人说 景仪大张旗鼓地把西铁 送遍了长安所有光环人家 保证让薛辱成的手下 看得一清二楚 你就放心吧 咱们兄弟二人联手 一定能处了这个祸患 你和楚楚就等着成亲入洞房吧 也要恭喜大哥 有心上人了 啥 瞎说什么 郑远镖局二当家 罗燕 我虽微有幸见过这位二当家 不过你怀中这块牌子 我可是见过 这牌子 郑远镖局大当家身上也有一块 这是郑远镖局当家人的信物 你一路回京衣服都换了几套 还随身带人 足以说明他在你心目中的分量 这八字一撇一捺都有啊 还说不是心上人 行了行了 你还能拿我寻开心 那我就放心了 你和薛辱成到底感情深厚 我本来担心你还会 多亏了楚楚 当初锦衣说得对 我要是错过了这场武作考试 错过了楚楚 必是会暴汉终生 只是现在要他与我一同负血 到底还是有些对不住的 你俩呀 当初在乾州的时候 他也是这般跟我说 生怕自己连累了你 你俩倒是相互没连累着 可把我累得够强 我太难了 我看这事一了 玩儿赶紧回去吧 说正事件 我心里一直打鼓 这薛辱成都到这个份上了 他真敢指望这么点人 帮他篡权夺位 无论他要如何行动 只要他肯行动 就一定会做安排 只要做安排 就一定会有痕迹 只要有痕迹 我就能在他行动前找到他 我搞不懂这些温温绕绕的 你就说 要我做什么 你该回去陪陪母亲吧 母亲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一定会担心 他不说只是怕我分心 你离经这么久 他很惦念你 赶快回去多陪陪他 顺便加强公主府的防卫 免得这群萧小 在母亲身上动心思 我这边有了安排 定会差人通知你 好 都听你的 我这就回去 走了 快快快 快快快 快π 炫燕 Kin王的婚事 每成想啊 人家两个人去了一趟西南 就成了 看来这年轻人哪 不能整日的 悯在一处 得出去转转才行 咱们家也没个女儿 我呢 从来都没有想过送嫁的事 你说 时下这长安城 流行送什么样的嫁妆 皇上恩典 特似楚楚在宫中出嫁 我可一定要把好关 一定不能让安郡王丢了脸面 你说呢 算了算了 这是女人家的事你又不懂 你看我问你做什么呀 这是江南一带呀新兴的花色 您瞧 穿在身上既富贵又不张扬 给王爷做喜福啊 再合适不过了 不好不好 这块料子穿在锦铃身上还行 锦鱼比它白 还是用我手上的这块料子吧 是 母亲 您说我这一回来您就 拽着我折腾这些 挑来挑去 最后还是挑中了您第一眼相中的这个 您说您白费这些功夫 还把我鼓得跟个粽子似的 谁让你总不配合我 我问你你总说行行行好好好 好都怪我都怪我啊 我可告诉你啊 不管怎么说 人家锦鱼已经有家世的人了 你看看你呢 你这好好的怎么扯 扯到我身上了 我当然要说说你了 你整天待在那个西南军中 你看不见人家姑娘 人家姑娘也看不见你呀 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成个家呀 不是母亲 这要成亲的是锦鱼 你量我干什么呀 我当然要好好给你做一身衣服了 皇上好不容易收回 给你跟小月赐婚的心思 趁你在长安 我要好好给你定一门亲事 这次锦鱼成亲定是宾客迎门 你好好地打扮打扮 说不定啊 就有哪家姑娘看上你了 母亲 您把我说得像菜摊上的黄瓜似的 我静人一点就有人要了 你胡说什么你 姑母 小叶 我们萧将军 风度翩翩一表人才 就算是套个麻袋 那也是光王万丈 姑母 您就别操心了 冷女侠什么时候嘴这么甜了 你不是忙着给楚楚张罗嫁着吗 跑到这儿来添什么乱啊 谁添乱了 是姑母让我来的 行了 你俩一见面就掐 你看 重要的事我都忘了 就是让你给我气的 又赖我 这是咱们萧家的传家之物 是我跟你父亲成亲的时候 你父亲亲手交到我手里的 小叶 你把这个交给楚楚 不是应该交给锦鱼 让锦鱼交给楚楚吗 给 小叶 你的这一只 我先替你收着 等你什么时候找到了欣赏人 我会亲手交给他的 好好好 来 真好看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衣裳 那当然了 这可是锦夫人亲自盯着宫中女官 从成千上万的衣料和样式中间 选出来的 你将会是全长安最美的新娘子 我以前听人说过 新娘子的衣裳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衣裳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 原来他们说的是真的 真的好看 你从来都没见过新娘子 你们镇上的人 都不成亲 不办喜事的吗 办 但我是个武座 我以前是个武座 平日里连从别人家门口经过 都会被人嫌晦气 澄清这种样样求吉利的事情 怎么会跟武座斩鞭呢 我很小的时候还不懂这些 有一次见到有人娶亲 就上去凑热呢 结果 连新娘子的影子都还没见着 就被人给轰出去了 我哥为这事还跟人打了一架 打破了头在家里躺了好几天 最后 还是我爹拿着好些钱 去向人家赔罪 从那时起我才知道 我做家的孩子 跟别人 是不一样的 楚楚 你放心吧 你现在是将军的女儿 忠烈之后 嫁给王爷之后 你就是安居王妃了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 敢这样欺负你了 我知道 可我还是期望 有一天那些人不再欺负我 不是因为我是将军的女儿 或是郡王的娘子 而是有一天 他们不再欺负天底下 所有当武座 和当过武座的人 而我 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 而不被欺负 武座做的 都是成恶扬善的好事 坏的是世人的成剑 不过我相信 这些成剑 终有一天会被消除 会变成十倍百倍的敬重 我也相信会有这么一天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 如果不是皇上赐婚的话 公主一定不会找一个 像我这样当武座的人 当儿媳吧 嗨 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呢 你不说呀 我都快忘了这茬了 这是萧家的传家之物 是公主让我给你的 真的 当然了 如假包换 公主她啊 就是怕你会胡思乱想 她既然把传家之物给你了 就证明她打心敌你 早就把你认定是孩儿媳妇了 人正物正俱全 你还担心什么呢 谢谢冷姑娘 请家 走 走 天了没有 得点麻利点 快点 陆老年 好大的阵仗 周将军 那个人就是皇帝吧 你瞎呀 天底下谁有这么大阵仗啊 是 周将军 那个 我刚从前周来不久 还不认识那些京城里的人 你可看清楚了 那些都是真的 要不你下去 撩开帘子 叫皇帝给你乐一个 我堂堂神策军陪你在这儿盯梢 你还不信我 要不这样 你玩 我不玩了 不敢不敢 周将军 你别生气 我开玩笑的 是真的就好 是真的就好 好 我带几个人先去后院 你在这儿继续盯着 有什么情况 见机行事 好 走 参见殿下 如何了 殿下放心 除了这些 其他的兵力也都安排好了 西平公主服务 戒备如何 常规戒备 好像真的只是欢天喜地 准备办喜事的样子 殿下 萧锦鱼竟然以成婚为耳 还请了皇上 王辈 不可能如此松懈啊 忠勤大臣可都到了 都到齐了 周将军亲眼看他们进去的 一个都不胜 殿下 事出反常 恐怕有诈啊 再探 是 别 别探了 我们王爷好着呢 薛先生已经给了这么多线索了 我们王爷要是还找不到这个地方 那岂不是枉费您这么多年的教诲啊 小锦鱼呢 上 你 一 快快 停 停 停 御凤台族卖盆火 凶神恶煞 两边躲 西人跨马鞍 步步平安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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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王爷 恭喜王爷 公主到 恭喜 拜见公主 拜见公主 今日安郡王大喜 本王没有来迟吧 你果然还是来了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今日安郡王大婚 本王岂有不来之礼啊 你看看 我还给你带来了一对贺礼 薛如昌 你放了我儿子 薛如昌 你到底想干什么 就你这副样子 也配称王 你放肆 先帝敌传帝无子 昌王殿下在此 你们还不赶快过来拜见殿下 本王 乃天下正主 当日暴君窃国 居行我昌王府 今日我来 就是顺行天道 归顺本王者既往不咎 以高官后路相待 赋予顽抗者 莫怪本王替天行道了 你算什么天下正主 你本名薛唐 不过是昌王府的一个家奴 昌王幼时的半毒而已 竟敢假借昌王之名作乱 你可知罪 这样的话你也竟然说得出口 当年昌王府蒙难时 这世上还没有你呢 我乃先帝敌出之子 是堂堂堂正正的礼堂血脉 昌王幼时 曾因出天花礼经 此事朝中老臣皆知 你以为 只要从太医署和太长寺 偷换掉昌王一案 便可以瞒天过海 冒名顶替了吗 你当本王不知道你那点把戏吗 你以为伪造几卷一案 就可以颠倒黑白 真是意向天开痴人说梦 一案可以伪造 但疤痕做不了假 天花之意凶险异常 但凡感染九死一生 即便侥幸活下来 身上也定会留下 难以消除的疤痕 薛堂 你可能在你身上 找出一处天花疤痕 你们谁跟他一起泡过澡的 自己想想啊 殿下 这 锦鱼 你可要想好了 他们二人 可是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 你不要自己的命 难道连他们的命 也不要了吗 锦鱼 锦鱼 你听好了 你是锦家的子嗣 绝不能从逆贼 那是当然了 我冷家子嗣 也绝不从逆贼 不过姑奶奶这条命 料你也没本事呢 他们的命 在他们自己手上 王爷 叫锦鱼和冷月 去抓薛汝城吗 王爷放心 我一定把他给你捆回来 不 你要让他把你们捆回来 让他捆我们 这 这怎么可以啊 薛汝城韬光养晦这么多年 他手上到底掌握了多少人马 还尚未可知啊 我仔细核算过 乔庄入城的反军 只有预估数目的三成 据消息 近日有兵马向长安方向日夜前行 想来应该是薛汝城的底牌了 正是 所以要让他觉得自己先胜一筹 他才会使出全部力量 如此才能确保 将所有反军一网打尽 免留疑患 好 我都听王爷的 可是这个薛汝城丧心病狂 万一伤了他们性命怎么办 娘 薛汝城就算为了自己顺利地进入公主府 也会保证我们俩的活口 可最后你们怎么脱身呢 您放心 反军之中有我可用之人 周汉 他会寻找适当的时机 在绳索上做手机 你们四级逃走便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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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外伏兵毕躬成效 既为他谋反遭势 也为他吸引人兵营 此事 锦格捞以纣名声伤 捉兵马 不及引刃 阿修 大事不好了 身上被他们撸走了 薛唐 你大胆 小锦鱼 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你有几分心思 我看得明明白白 你敢单派锦衣和冷月 带人来杀我 你早就料定了 即便是他们失手 我也必会留起活口 作为人质 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好学生啊 我得好好地谢谢你 让开 若没有他们两人 我还真没有万全把握 为周将军争取这宝贵的机会来 是你 对 坐着圣上鸾架出宫的 将会是楚楚 楚楚 将假扮圣上等在那里 被周翰劫走的 将会是楚楚 王爷 薛乳成可是奔着弑军去的 你让楚楚伴作圣上 不管会不会被认出来 可都有生命危险 宫里那么多的宦官宫女 还有些是练过功夫的 找谁去不行啊 那何必 让楚楚冒这个险呢 是我自己要去的 薛乳成这个人 阴险狡诈 总是留有后手 就怕他这一回 倾巢而出 做好了 万一失败 就同归于尽的准备 不错 我从周翰那里得来了准确的消息 薛乳成有个蜡烛 从不离身 可能就是他最后一搏的杀手锏 我相信王爷 也明白王爷 我一定可以跟王爷配合无间 你不信 等会儿 皇上赐欲群臣的时候我也在 看你身上白白嫩嫩 没有什么麻斑呀 你不是昌王 你到底是谁 都跟你说了 他叫薛唐 是昌王的半读 是假昌王 假的 休得胡言 圣上有旨 昌王府一案 交三法司彻查 验逆党中 多有受妖言蒙蔽者 如在窒息实情后 气泄归降 可酌情简罪 人随逆贼 削入成顽抗者 杀无赦 王爷 我被蒙蔽了 我投降 我投降王爷 兄弟们想什么呀 跟这贾昌王没有前途的 快投降啊 把他们再下去 全部输呀 不用呀 我 我自己压 我自己压 薛唐 你气数已尽 放了朱楚 给自己留一句全尸 谁在穷途末路 还不一定呢 你将皇帝的龙袍 套在一个女武座身上 如此大逆不道 你还是想想你自己 能活几日吧 不用再叫挑拨离剑 此事乃是圣上清许 圣上要我告诉你 我大唐帝王之尊 乃是源自秦政爱民 不是一顶官民 一件衣服所能代表的 像你这样 心中只有私欲 权威 没有江山社稷 百姓安危的人 注定重叛清离 难道你就不怕我杀了他们 楚楚若是死了 你手上便再无筹码 便是与你同归于尽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 好那个萧锦鱼啊 你竟然为了自己的仕途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 都拿出来利用 那我今天就让你好好地记住了 她的命 是你亲自交到我手上来的 是你自己断送的 等等 我换她 锦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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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玉石聚焚 不如我来换她 我是不会半点工夫你知道的 携我出去 你才有活路 我来换她 可好 秦皇爷 我来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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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王爷 她才会相信 我是真的已无稽可施的 挟持我 她便有了活命的机会 所以 她一定会答应 拿楚楚 与我交换 可是这样 最后就只留你一个人身陷险了呀 都给我退后 退后 不然我杀了她 事到如今 你能否对我说一句实话 你说什么 你往日待我 如胸如负 除了为了攀附我母亲 与锦阁佬的势力以外 可曾有过一点真心 真心 不过就是利用你刚直的个性 扰乱朝堂中的各方势力 为我所用罢了 是 门上的机关是由我设计的 我最清楚它的射程和角度 由我亲自引她去 可确保一击得手 此时兄长正在府中悄悄失恋 我与她配合 定保万无一失 圣上那边 就拜托锦阁佬了 王爷放心 这张擒贼之网 由我们一路编织至今 现已悬于这群逆挡头上 收网在即 这最后一击 还需我们陆力同心 一起拿下 朱尾随我出生入死 此般幸运 锦鱼先行谢过 这 皇爷你这客气啥呀 都是自家兄弟 什么好谢的 就是 你就把我这一年扣的俸禄 还给我就行 那你丢这点出息 跟你爹一个样 我什么话也没说呀 传陛下圣誉 传 你 跟他一路 宣传 我 一路 一路 你 那 我 一路 有 我 一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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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翼 你这又是什么陆席 你懂什么 这叫比翼双飞